嘿 大家好 最近我的弟呢 從他的大學畢業搬回家了 他搬了一堆東西回家之後呢 他的房間放不下 就放在我房間 那他房間為什麼會放不下呢 其實也不是因為他的房間太小 或是他東西太多 其實是因為呢 他的房間放了一大堆我的東西 但現在呢 我就要搬回家了 所以身為一個有良知的姐姐呢 我就決定要來整理整理 我放在他房間的一大堆 娃娃們 這已經是很少部分的了 這些娃娃是哪裡來的呢 不是我買的 也不是別人送的 是我夾的 我從夾娃娃機裡面夾到的 今天除了想辦法解決 我放在我弟房間的娃娃們呢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夾娃娃的經歷 這個要從哪裡開始講起呢 應該是要從某一年的寒假呢 我跟謝澤去北海道 在日本街上就有很多的夾娃娃機嘛 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來夾一下啊 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要啦 很貴 而且就夾不到 就很浪費錢 而且日本的夾娃娃 雖然跟台灣一樣都是用一個銅板 但是台灣的一個銅板是10塊 但日本一個銅板是日幣100塊 所以等於是台幣30塊很貴 就覺得不要浪費這個錢 那謝澤就說 沒關係啊 就玩玩看嘛 然後想說好吧 那我們就去夾了 夾的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很好玩耶 然後我就跟謝澤說 我想要再玩一次 不然他就說 不要夾了啦 你又夾不到 不要浪費錢了 然後直接給我走出店外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好 反正這件事情就這樣 那回國之後呢 謝澤終於發現 他真的是有點北藍 所以呢 他基於一個彌補的心態 回國之後呢 只要有看到夾娃娃機 有看到覺得不錯喜歡 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夾 然後呢我就這樣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入了這個夾娃娃的深淵裡面了 反正我就開始一個人會去夾娃娃了 然後還算我看一些夾娃娃的教學影片 大家不是去夾娃娃的時候 覺得好像一直這樣搖那個搖桿 去讓轉是這樣子甩 會比較容易夾到嗎 其實他不是亂甩 他是有一個拍數 可能是散拍這樣燈燈燈下來 夾到之後這樣燈燈燈上來 因為大家都說小娃娃機常到上面只要轉就會放開嘛 所以如果你可以算好那個拍數的話 因為剛好在上去的那個時候是往洞口甩的 這種就會比較容易夾到 但是我看了非常多片影片 他又把影片放慢速度 他還在腦中就是冥想 這樣子按 這樣搖著按 學不會 那但是我還是夾到這些娃娃 他為什麼夾到呢 我有三個步驟 三個技巧可以告訴大家 那第一個呢 就是去喇疊的比較高的娃娃 但是那種呢是要看機台 有的機台他會這樣疊的這樣高高 就可以把爪子拿過去然後這樣亂拉 他就直接這樣三崩這樣子滾下來 但不是很容易找到這種機台啦 這種就是佛心的台主 當然有一些看起來這樣疊高高 你就會想要去拉對不對 但是你過去的時候會發現 欸 卡住了根本就碰不到 或者是他秒數超短 你根本還來不及一過去 他就下來抓了 那第二種方式呢 用一點技巧在夾就是夾這種比較長型的 剛剛應該有夾過 夾起來之後原本覺得快夾到 結果他突然往裡面甩 那個東西就叫內丟 那如果夾這種長的話呢 我就抓他的頭這邊 抓他的頭他重心在這邊 就算他內丟其實丟不太回去 然後就這樣慢慢的這樣 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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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個要花比較多錢 慢慢的堆砌 那不然就是要像行診 行診的話呢 那個爪子不是三個嗎 有一個爪這樣勾這邊 這樣子慢慢的這樣 也是這樣子拉這樣拉 但是如果他的這個彎曲的地方啊 不是朝向洞口 是朝比較裡面的話 這種就很難抓 所以其實我在抓的時候也是要挑一下機台 那當然第三個大絕招呢 大家都會用 口袋肉身就會用 保夾 但這個就是有點夾到走心了 因為大家知道保夾金額都很高 但是你已經夾了你就會覺得 不然夾到保夾好了 好就是這三個步驟夾到的這些娃娃們 那我一開始呢都是在我家附近嘛 但到後來我知道的夾娃娃機 我都去尋過一遍了 都沒有我想要夾的 或是好夾的 或是都夾不到 但是我還是很想夾 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就發現一個東西 叫做夾娃娃地圖 那個地圖呢就是會把全台灣 各個有夾娃娃機店的地方 都標在那個地圖上面 所以我曾經跟著那個地圖 因為我家住桃園 然後騎車騎到內力火車站附近夾娃娃 大家是不是比較好奇 我夾娃娃到底花了多少錢 不瞞大家說呢 一開始都是有零錢就零錢吧 後來就是一百一百再換 但到後來直接一千塊再換 第一次換一千塊的時候 我想說哇天啊一千塊 好沒關係 我今天就讓自己撒幣死加一千塊 結果到後來你會覺得其實一千塊 好像還是很快就夾完了 而且對比計如果他可以對一千塊的話 他就是一次掉一百個銅板 所以掉超久 然後我每次在那邊想說快點掉快點掉快點 因為那個娃娃機都是在揭曉 很多人經過 然後我就很怕 就是人家一直覺得說 這個妹妹這樣子 花一千塊在那邊夾娃娃喔 我就覺得很排行 好啦反正是努力的思考的時候 應該前天後有花至少兩三萬塊吧 應該至少兩三萬塊 然後還有一次我去夾娃娃的時候 他那個對比計他只能換一百塊 但我身上只剩一千塊一百塊都換完了 那怎麼辦 你以為我會打到回覆嗎 每一日為事 我就跑去跟對面的攤販說那個 我會不會跟你換一百一百一百的 然後他就說喔喔看你這裡面夾很久夾很多啊 所以後來我就血歪了 我在家裡發現我弟的存錢筒 他存錢筒裡面有超級多的零錢 所以呢為了避免剛剛那種不好意思的情況發生 出門前我都直接去他的存錢筒挖零錢出來 但是都有寄錢 後來我都有栽鈔票回去給他 我還有跟隔壁的店家借過他們那種拉鐵門的鐵桿 那為什麼需要借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夾娃娃娃他已經過了電眼了 但他卡在洞口 大家知道電眼什麼意思嗎 電眼就是他洞口有一個 有點像雷射之類的東西 他感應到的東西經過 大家就會知道喔夾到了 保夾就會重新計算 所以有些人就會利用這個特點呢 就在快保夾的時候呢 盡量讓娃娃往洞口靠 但是不要夾到 不要讓娃娃掉下去 然後保夾的時候不就可以無限夾嗎 就可以把所有的娃娃這樣子 疊疊 就這樣慢慢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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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疊在洞口上 然後他就可以用保夾金 然後夾到非常非常多隻娃娃 那這個行為呢 我也其實有用過 但大家千萬千萬不要學 這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後來呢借我鐵桿那個店家呢 他還陪我去夾娃娃機那邊 然後就看到一個女生 因為那個洞口都比較低嘛 然後有點像躺在洞口上 然後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摳那個娃娃 超級蠢的 而且大家知道那個洞口 其實它那個設計是有一點 就是這樣子的形狀 因為它有一個板子在這邊 然後它又是一個斜坡下來 所以不是說你這樣子 手伸進去就拿到 它是這樣伸進去 然後還要再 就是這不是很好用的 後來我又學乖了 我之後呢 只要出門夾娃娃 我都會帶自拍桿 或是余桑 你被我需要自從撈娃娃的時刻 然後我還有去加入夾娃娃的臉書社團 這裡面就會看大家的留言 然後我就發現 哇 原來真的在夾娃娃機的人 一次都是幾萬塊幾萬塊在噴的耶 我想說 我真是小屋見大屋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不過我加入這個社團 其實想要賣掉我夾到的娃娃啦 因為你有時候不是因為非常想要這個娃娃 而是你就喜歡夾到的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我看到好夾的 我就會想要去夾 那可能不是真的那麼喜歡 當然有很多是我很喜歡的啦 但是還是有很多只是為了夾而夾的 而且又攀很多錢嘛 然後家裡又有點放不下了 所以我就想說會拿去那邊賣 但其實那邊也不是很好賣啊 他們那邊賣都是要整途整途賣 就他們是一直一直賣 價格就會壓得很低 一直可能30塊40塊就賣掉 但是你可能夾的時候是花了非常非常多錢 不過那時候我就想要平衡一下那個價格 就會這樣低價的賣出 然後又去夾低價的賣出 這個惡性循環還蠻不好的 蠻有罪惡感的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嗜好 而且我那時候是大學的時候 一到我都要住校之後 六日可以回家 所以一到我時候都不能夾娃娃 我就過得超級痛苦的 然後呢 夏日的時候呢 又會超希望我爸媽不在家 因為這樣呢 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跑去夾娃娃 但如果爸媽在的話 我還是會去 但是還要找理由跟爸媽講說 我是要出去幹嘛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呢 我媽看到我就說 你要去夾娃娃 廢話 那麼大多的東西當然是 會被發現啊 反正呢 就是過了一段 我覺得不在我的正軌之中的日子 去翻了一下我的Google相簿 去研究了一下 我這個嗜好呢 大概是維持了半年左右 但是這個半年期間 噴了超級多的錢 而且你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會有一點 你的整個心思都在想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很專心的做其他事情 例如說 我還是學著我比較念書 然後你又會覺得自己一直花錢 很有罪惡感 可是你又很想去夾 就中間一直這樣子這樣子的拉扯 那感覺其實蠻差的 好啊 但總之呢 我現在是戒掉了 雖然有時候還是會想要夾一下 但就是可能花個20塊30塊 夾不到就算 OK 回到正題 現在呢 放在我第一房間的娃娃呢 真的還是太多了 已經壓迫到它居住空間 雖然我一直有很努力 陸續續的割愛啊 斷捨立 把它賣掉啊 或者是送人 現在看到這些呢 都是我已經割愛好幾次 真的都是我 很喜歡的娃娃了 不過因為還是太多嘛 所以我就要 下定決心 規定自己呢 只能留一些我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 或是有經驗性的娃娃 所以呢 我身邊的親朋好友們 如果你們有看到喜歡的娃娃 失去我 就把這些娃娃送給你們 幫我把它帶回家嘛 能去到人家家裡 要乖乖的啊 那就 被托大家了 總之呢 我覺得夾娃娃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活動 當然有些人啊 他可以把它玩得很有技術 很專業 或者是你跟你的曖昧對象 出去幫他夾一個他超喜歡的娃娃的話 也是一個感情之間飆升的浪漫活動 那大家千萬千萬要有正確的心態 不要像我一樣走心 在此奉勸大家 那今天就這樣囉 按讚訂閱分享囉 掰掰